接下來我給各位報告是在各位手頭上的第... 沒有業縮,對不起 下一則吧 就是關於那個公共會物價的問題 我當時選的時候,我忘記這一號判決講的是什麼 後來就寫了 就看判決的時候才發現說原來其實第一審的判決已經有何惠宏老師做過平事 然後二審的判決呢 剛剛報告的林佳和老師已經做過平事 所以我三審很難再做什麼平事這樣 不過還是要做的 看看能不能,也許有不一樣的觀察這樣 那主要的事實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沒有業縮,就是我那個部分的第一頁 我分別把原告的主張跟背告的主張也提出來了 這個總共當事人是有四個人 但是呢,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觀察 一個是甲乙餅,還有一個是釘 他們身分是不一樣的 因為嘉義餅是所謂的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那常務理事他基本上他就是以共同駐會 過去一向都是以共同駐會的模式來請公家辦理會務 那丁不一樣,丁他不是常務理事 他是理事身份 但是兼有台北市產業公會的一個副理事長的一個身份 那麼他有援用公會法35條第二項 舊法時代 這是舊法時代的事情 就是公會法35條第二項 他直接去請會務價 然後結果被雇主說他的那個提出來的證明 雇主認為是不夠充分的 所以他不准他的價 我不准他的價 然後把它當成是礦工來處理 後來用宗旨契約來處理 用十二條 用那個第一項第六款來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這兩個部分的徵典 各位可以看資方的看法在第一頁的下半部那邊 所以整個案件的徵典大概就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那個所謂的共同駐會的模式 是不是一個合法的一個模式 是不是一個合法的模式 法律上容不容許這樣 那他這樣做過去有沒有約定 或者是一個法定的一個法源 這是可能他們勝敗的一個關鍵所在 第二個是第二個那個釘 第二個那個釘的部分 那麼雇主究竟有沒有那個 費務價的一個準博權限的一個問題 準博權限的問題 我們最後可以翻過來看一下 最後判決的理由 他講到說公會法35條第二項 我剛剛提到這是舊法時代 現在不是這個條次了 他這邊講到說公會禮件是因辦理會務可以請公假 那請假的時間呢 常務禮事是半天或全天 能夠請多久 法律並沒有規定 他只講了每次請的時候可以用半天或全天來請 那其他的那些人才是有50小時每個月的一個限制 那至於什麼叫做會務 因為辦理會務 這應該是有一個目的性的一個架 對不對 所以所謂的會務講的是什麼呢 那這邊基本上都是採取了 過去老委會的一些解釋 函所綜合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謂的會務講的是 辦理工會本身的事務 或參與由主管機關或所屬上級工會指定 或舉辦的各種活動或集會 這三個主體 工會本身 上級工會 還有工會的主管機關 這三個人的活動 那就是所謂的會務 這三個主體所辦的活動 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到底是不是會務 還是要就什麼 個案事實來加以認定 那麼如果說你來申請工價的話 那有關的手續及必備的證明文件 那麼還是應該看你們當事人之間有沒有來約定 如果沒有約定的話 那就應該提出證明文件 由雇主來就個案事實加以認定 個案事實加以認定 這是法院的見解就是這樣 所以說他肯定的雇主對於會務價的準博權 他準博權是在雇主 準博權是在雇主 雖然是勞工的法定的權利 但是他認為還是應該要提出相關的證明文件 然後他就可以來做審查 然後又做準博 這是這個判決最後的一個見解 大概是這樣 那麼接下來會有提出來的一些評析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你們的第二第三頁吧對不對 那麼首先是關於目前的會務價的相關法律規定 我剛剛講因為新法之後條是有些變更了對不對 然後主要是現在移到36條去了 那過去的35條二項是在現在的36條二項 36條第一項講的是說 會務價原則上由於你們雙方當事人約定 是這樣 那36條二項講的是什麼呢 就企業工會的部分 如果你雙方沒有辦法約定的話 那麼就依照過去舊法的那樣的規定 所以他把舊法的文字基本上也都抄進來 他就講說 那麼企業工會跟雇主間沒有前下約定的話 就是你們當事人自己沒辦法約定的話 那麼理事長現在是以半天或全天 那其他理事或監事的話 每個月五四小時的範圍之內 請公家辦理會務